HELLO 大家好,我是正峰 今天我來到我們和松帆布有限公司 為什麼我來這裡呢? 因為我們的客戶跟我們購買了 我們一生 RH2513工業機喔 購買這台設備他們主要做什麼營業項目呢? 他做了一些客製化代工以及我們大面積的印刷 所以想要做一些代工跟一些客製化的部分 都可以來找他們喔 那第一,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我們 RH2513工業機的優勢喔 首先呢,我先跟各位講它的板面有多大 它可以印製到2.5.1.3的尺寸 等於說是外面強縮的40.5的板材 還有,它有一些安全功能的開關 我們前後跟左右都有四個急停開關鈕 以及在我們印製過程,它左右兩邊有兩條紅外線偵測器 我們人只要不小心碰觸到,它就會急停 以及還有我們保護噴頭的裝置 我們這個急停板 只要不小心碰撞到,它也會直接停止 不會去傷害到我們的噴頭 這台機器所使用的噴頭是用我們的 RH的裡光頭喔 那裡光頭的優勢是什麼? 它印製速度比較快,而且可以印製得比較細緻喔 接下來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 RH2513的噴頭有幾顆 基本上呢,我們一般交配三顆 那我們這位客戶他多裝了一顆光油噴頭 為什麼要裝光油噴頭? 它這樣子就可以白彩銅噴之後 再噴上我們的光油喔 接下來我會實際操作印製過程給大家看喔 今天呢,我們要印製的是 我們青鋼架的吸酸鈣板 首先呢,我會先印製我們的對位 對位,對位框先印製完成之後呢 再把我們吸酸鈣板放上去 再來就印製我們的塗檔囉 接下來呢,我們印製完我們的對位框之後 我們把我們的青鋼架吸酸鈣板放上去 放上去完畢之後呢 我們還不能直接印 我們先開我們的吸封平台 吸封平台按鈕按下去 它整個會吸 吸的過程你看 推不動 推不動 我們這樣去推它都推不動 那再來我們要先測試我們的高度 首先呢,我們要確認它的高度 我們再去做印刷 好,那我剛才做完我們側高的部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印製吧 好,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吸酸鈣板已經印製完成了 它印製的效果非常的漂亮 而且又非常的細緻 那我們這台呢 可以滿足你各種的印刷的需求 大家如果對這台RH2513工業機想要了解了 趕快跟我們聯絡喔